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四位同修 其网路前的同修 大家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放掌 我们继续来学习感应篇 汇篇节药 第九条 其有成行二事 后自改悔 自转货为虎也 事物因从前之过自弃 果能改过天善 只转货为虎 实为赐意 那么这一条是感应篇到后面 是欠勉人要改过了 所谓人非圣贤 俗能无过 我们是凡夫 那不可能没有过失 过而能改善莫大愿 所以这个儒士道三教 包括其他宗教 也都允许人忏悔改过 所以佛呢 这个赞叹改过 没有赞叹无过 因为凡夫不可能没有过 那么过呢 能够改 那就转凡成圣了 所以勉励啊 鼓励 我们大家呢 要能够改过 那么过去啊 做错事 造了恶业 这个极有成形恶事 那现在呢 遇到这个圣贤佛菩萨的经典教诲 现在明白了 知道我们以前啊 犯了种种的过失 现在呢 就依照经典佛菩萨的教导 来改过 向善 所以 这次勉励的 勉励 也不要因为啊 过去啊 造了很重的罪业啦 自暴自弃啦 所以 自救者天救 自弃者天起 这个完全在自己 自己要振作起来啦 如果自己啊 自暴自弃 那佛菩萨圣贤啊 要帮忙也帮不上忙啦 佛菩萨圣贤啊 只能啊 劝导 引导 诱导 让我们啊 让我们改过向善 就从旁啊 啊 这个 提醒 让我们啊 能够觉悟 能够回头 那佛菩萨呢 能帮的 只是这样啦 那么真正啊 要改过 那我们 还是啊 要靠自己啦 自己啊 明白啦 真正啊 发愿啊 改过 像了凡世信一样 啊 你看啊 他 以前不明白啊 也不知道要改过 也不知道自己有什么错啦 总认为自己也没有错啊 那还有一静一工 遇照神迹 那遭遇到啊 那么凄惨的命运 那他也觉得我发愿都在做善事啊 那我哪有什么错呢 那那么 遇到这个不如意的事情啊 就怨天由人了 那么 这个过去不明白 那么 这个不明白啊 我们 看到袁了凡跟余敬毅啊 这两位 古时候的 改过的榜样 我们 也要知道我们现前是什么样一个时代 那个时候是明朝五百年前的事情 那个时候啊 你看这两位都是读书人啊 现在讲啊 知识分子啊 都是去考取的啦 现在讲啊 读大学啦 考博士啦 这样的 那么 古时候读书人啊 必读圣贤书 考试也是考这个 那么我们想想看啊 你看啦 颜了凡啊 他在考证秀才 一进夜考证秀才 你说他们的文 文学 好不好 那我们现在的人啊 恐怕望尘莫及啦 你看啦 他书读得不错啊 人也很聪明啊 不然要考个秀才不容易啊 考个秀才呢 等于现在讲 他有学位啦 他有学位啦 但是怎么样呢 他们读那些书啊 就现在的话来讲啊 读伦理啊 读这些四书五经啊 就为了考试啊 为了考试啊 我们现在 现在连考也不考啦 以前还有考 以前读伦理的人 为了应付考试啊 他不知道啊 圣贤这个是教我们哪些修心养性的啦 改过向善的啦 那个读书自在圣贤啦 所以 雪如老人在《伦理讲记》啊 他讲啊 这个从 元明清以后 就是 特别是明朝跟清朝啊 读书的人 读这些四书五经啊 主要为了考试 考试功名 那那个时候就 就是为了考试功名啦 那读书自在功名富贵啦 不是自在圣贤啦 那个目标就不一样啦 那自在功名就是 为了考试而已嘛 他不是拿这个来改过向善的 那所以你看啦 元了王跟李静益 他两个是代表 读书人啊 书读得很好啊 不然他怎么考重秀才 所以 读书得很好怎么样呢 自己有过自己不知道啊 天天在读圣语书都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啊 如果元了凡他没有遇到元古禅师 一静益没有遇到造神 他们这一辈子就 就是这样啦 庸庸碌碌了啦 反正啦 继续造恶业啊 到最后就受恶报啦 到三恶到去啦 所以他们的言分还是很好 善根福德因年还是好 其实有善根 但是善根还不多 因年好 遇到善知识 真正善知识给他 点醒 那么他愿意啊 这个 依教奉行 真正去落实 这是他的福德 所以他福报就是现前 命运整个改过来 所以我们 要效法 效法这些人 那么古代有真正 改造命运的人 现在也有很多 只是我们不认识 那么我们敬老和尚他是一个 实际的例子 也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所以我们读到这一段 就是不要自暴自弃啦 不要自己不行啦 我业症这么重啦 这个就一直堕落下去 所以我们 还是啊 要奉花向上 努力改过 那么这个 你认真修 这个地方讲 三年必有效益 你看这个 这个 炎了皇 宜静益 也都是三年 那他就有效果了 关键啊 在我们 有没有 认真努力啊 那么来不断的 改过向善 所以这一段啊 这一条 就是 转货为福啊 实在讲也不难 那关键啊 那在我们真正要 觉悟 要明白 知道自己 犯了哪些过失 读这个感应篇 就是对照我们的心形 那发现了 那么就 把它改过来 那我们就会不断的 提神进步 好 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祝大家福慧成长 滑喜充满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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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